半年前海啸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 刚开始发生七级强震 加哈尔立刻跑到码头 赶紧去看看自家的船是否还在 发现海水越来越高 冲走了停泊在岸边的船 加哈尔立即跑回家 带着家人往高地避难逃生 加哈尔赖以为生的船 被海啸卷走 连房子也夷为平地 一家人失去了遮风避雨的地方 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 还有十二个孙子 暂时住在帐篷区 他们终于搬进了政府搭建的建议屋 他们非常期待 目前正在兴建的慈济大爱村 可以尽快完工 慈济原建的大爱村 每一间屋子宽达三十六平方米 将来每一户家庭都可以获得一间 如果像我 如果像我 如果像我们一户家庭都可以 很好 但是如果一户家庭都不有户家庭 就像我们一户家庭都不有户家庭 在新家度过开斋节 大爱新闻伊曼德尼印尼采访报导 随即在八路震灾 我